中国现在农户的通电率是99%以上 我们是把水、电、路、气、宽带全部都修到农村了 并且河道整治、山、田各方面的基本建设都已经到位了 形成了巨额的涉事性资产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把资产直接交到村里 我们叫投改股 把投资改成股份 然后由村来代政府持资产 持有资产 村再把这个资产做股量化到户 这可以相当于西方要求的私有化 那农民就能够占有股权 就叫做分享长期的财产群收入 所以财产性收入呢 是防止这个规模性发生反贫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这是其二 那当他们发展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提高它的合作社的组织化程度 而且是多种功能的合作社 比如金融 我们是村办合作社可以搞金融的 对吧 那可以搞购销的 所以中国讲的这个脱贫攻坚 要跟乡村内心有效衔接 它是有具体操作办法的 所以在这些事情上 我倒觉得恐怕需要让海外更多的知道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出去 感谢观看